上个月,我作为大话戏友今年国创家画大赛的评委 借由传统神话的主题 以少年奇妙游为灵感 创作了一幅眼彩画 花落纷纷下,人烦令不迷 老中不由地浮现出四个字 天女散花 天女散花现在多被用于抛洒东西 或大雪纷飞的样子 但它其实是有典故的 是一则佛教故事 而在我们的国粹金句中 梅兰芳先生也受到有人家中散花图的影响 将天女飘舞的样子 编成一套绚丽的丑舞搬上了舞台 那如何用眼彩来表达这美好的画面呢 别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在简单的粒粉之后 我们先来清点一下刚到的弹药 我早记得我买的都是200克啊 这么一点点200克 我入了很多平时喜欢用的颜色 其中最亮眼的还属这个古法制作的成沙了 漂亮是漂亮,贵也是真的贵 因为这次在草稿阶段 人物构思得相对完整 我用褐色的眼彩将人物的轮廓再加深了一下 这样在被叠色覆盖的时候 也能看清楚他们美丽的脸蛋 但想也就想到这儿了 思绪的残影终究抵不过若比石的共鸣 现在需要让画自己开口,自己说话 该怎么做呢?我的做法很简单 先让它乱起来 沉沙 天河石 蓝铜矿 水晶 在各种颜色和粗细颗粒的碰撞之下 眼彩那股狂野而独特的眉已经出具处形了 现在我们需要抽丝摸解,乱中求絮 不知道有没有眼尖的小伙伴看出来 这三位美若天仙的女子其实都是有圆形的 大家可以边看边猜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右边这位温柔闲尽的仙女 而这位身着绿裙的天女 其实是最柔弱的一位 但我选择把盛开的莲花放在了她的身上 之前家里有一个龙纹花瓶 里面放了两朵开心的百合和五杆奄奄奄一息的莲花 没办法 我只能手动把莲花掰开 让她们也能短暂的绽放 享受一下人生 本来我也没抱什么希望 毕竟边缘已经开始腐坏了 没想到里面的莲心依然白净如玉 生机盎然 娇弱,进步,在天秤的这一头 那么热烈和自由一定在那一头 所以这朵莲花一定属于她 因为花就是在这儿生长出来的 中间这位呢是一位龙女 一袭雪红飘逸的长裙 与她热烈奔放的性情相得益彰 龙角的地方我先铺了一层烧银箔 用刺口小豆茶叠了一层暗红色 然后用更加明亮的红橙纱处理成了雪红色 可能受到了圆形的影响 在人物塑造的时候 我好像变成了一个钻铁 不断地去挖细节细节还是细节 现在的它已经变得足够的精致精巧 但用力过猛了 艺术的本质是表达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根维持平衡的线 超出的地方就应该舍去 最后是左上角的灯铃 中间处理背景的时候 我把画板密了起来 大小颗粒的矿物由于摩擦系数的区别 流淌出了渐变的波纹 很好的体现出了眼彩的质感 而本来朦胧交融的山水 因为这位指引王林的灯铃在身边 又多了些混沌之气 她是唯一一个闭着眼睛的 不是因为这样比较水灵可爱 而是她的眼中蕴藏着 可以焚毁一切的业火 除了三位天女 这幅画的另一个主角 花在何处呢 其实我之前已经做过了两次处理 在第一次颜色碰撞的阶段 我就用龙口桃红混了一点红芋末 在画面上抛洒了大大小小的圆点 在思绪不断的涌出 各种艳丽的色彩叠加之后 我又围着天女的四周 敲打出了更细的小圆点 花瓣也逐渐有了形状 可其实到了最后 天女曼妙的身姿 飘逸的衣裙 各种美妙的细节 已经占据了整个画面 星罗齐步的落花 退隐成了若隐若现的圆景 这时候无论什么形状 什么颜色的花朵 出现在如此绚丽的画面上 都将是败笔 那天阳光很漂亮 大的有些刺眼 我觉得它们就很美好 索性直接抓了两块 塞入了撒金桶 揉碎揉碎再揉碎 然后撒向到天女 如果说撒第一层花是随形 第二层是负形 那在第三层便是无形 这幅作品应该是我刻画的最精细的一幅原彩画了 精细不一定是好事 在取舍上我下了不少的功夫 耗时两个月 动用材料百十种 绘制过程也繁复无比 让我突然想起一个学生的问题 现在的AI 也就是人工智能 只凭借一些关键词描述 便能自动生成精美绝伦的画面 画得又快又好 等它们这批学生毕业走向社会的时候 手绘是不是已经被取代了 几十个工人十几道工序 才造出这0.1微米的金箔 把它们平整的贴在画面上 还要学习好久 但一个PS的金箔笔刷 就轻轻松松替代了以上的步骤 那这么大费纠张的练习手绘 真的还有意义吗 08年养美毕业之后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的确 技术和算法将会取代百分之九十 甚至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过程 但艺术真正的价值 在于人的自由意志 人的创造性表达 它诞生于每一个跳跃的神经元 浓缩于作品本身 也存在于作品背后 而当我每一次站在作品面前的时候 所有的疑问都会变得苍白无比 只会剩下兴奋的多巴胺 和眼中的世界转个满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